不互费 石小姐 这 张尔条件有限 随 随便用啊 让你破费了 别别别 别这样 咱 咱有的是钱 石小姐 亚 叔 不知白白不知 我先这张眼自己啊 我今年四十三岁 从二十岁开始做生意 不瞒你说啊 晚上这么多人 房子 车子 还有国外那个绿卡 但是就是没有老婆 我实话跟你说 你老老鼻子呢 你追我 就就就就关键啊 就关键我不知道 他是因为我这个人 还是喜欢我这钱 喂 鸾子 怎么了 公司有点急事儿 你赶紧回公司一趟 好 那我马上回去啊 不好意思 我公司那边可能有点事儿 我得先走 那我我我我派车送你啊 不用 有车来接我 接 接你啊 那男的 女的 我不知道 机会 牛 看来咱俩进了沼泽了 怎么了 遇上土鳖了 我们俩这段时间 也算是相亲峰会了吧 嗯 怎么样 有你心动吗 嗯 基本是残疾人 怎么回事啊 我觉得吧 我最近在走辈子 没一个来点的 我连细心都没有 哎呀 天天由命吧 你呢 哎呀我跟你一样 自从我们两个人资源共享 我见的真的是一波不如一波 哼 真的呀 嗯 哎呀 哎呀 哎 有一个叫 嗯 吉福的 你有印象吗 我觉得这个人可以推荐 就是那个泽能源的哈 是啊 人家可是真有钱 第一次见面就跟我说 给我换两菜菜 难道你是想挂在英格 上海之间吗 我看您是想走偏门吧 哎呀 你要说感觉 那肯定一丁点都没有的 但是呢 要下给这样的人 那就是一辈子躺在金库里了 大小姐 那是金库啊 籃子 你要往一坑里跳我也拦不住你 我跟你说啊 打今儿起 我修鱼了 你疯了 我打算 修博 你没吃药吧 我想进一进读读书 哪种能遇上一个白马王子呢 像是疯牛病的症状 喂 你好 你好 你猜我是谁 你神经病啊 猜对了吧 我是瑞丽 你水泥我也不认识你 初次有点晕 我的正文不得好 我说的 说我买点 好吧 哥哥 麻烦您把舌头捋直了再跟我说话行吗 这儿只有水泥 你谁啊 我 我是瑞丽 不是大理石 请你学中文 我是瑞丽 不是 不是大石头别开玩笑 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我叫香香 还臭臭 你谁啊 我是你的男朋友 你脑子别着斜靶子还是被驴踢了 该干嘛干嘛去 那 这是谁啊 神经病 怎么回事啊 说是我妈的男朋友 这事大了啊 昨天还挺好的 今天 就不一般气了 搞地不平的 会不会是 阿姨有这个想法没告诉你啊 我就说你情商不够吧 我妈正要谈恋爱 能丢我电话 也是啊 脑子有病 来来 干杯 祝你愉快 你吃 吃吧 今天的螃蟹特别新鲜 干嘛呀 这种眼神 你少吓唬我啊 有什么事你就明说吧 别这么瞪着我看 妈 口味挺重啊 你不想吃咸呐 你就不要蘸酱油 你就不要蘸酱油 我就喜欢咸一点 蛋子 蛋顶 你什么意思啊 你什么意思啊 妈你不觉得你这两天 气色红润有光泽啊 什么 喜舍临门了 喜舍临门了 又拐着弯说我 又拐着弯说我 什么意思啊 丁潇湘同志 我出了烫差就有想法了 严肃点 凭什么凭啊 吓唬 吓唬谁呀 死呀 快说 那个欺少蛮馅是吧 偷偷谈恋爱了 你哪有开心啊 真是 不仅谈恋爱 还设外 还设外 什么设外设内的 你说的我听不懂 有的人啊 打着给我相亲的记号 结果自己上了 哎呀 哎呀 哎呦 死丫头啊 什么叫自己上了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这没大没小 妈是不是有个洋帅哥追求你啊 这不都怪你吗 本来替你相亲 那个老外她 她她转移目标了 哎呀 烦死我了 我终于明白怎么回事 妈我已经决定了 你现在给琪琪打个电话 我打算亲自见见这个澳大利亚的帅哥 小慧 妈跟你说啊 妈已经看过了 这个人不合适你 年龄大且不要去说他 那一脸大胡子 那毛茸茸的 多吓人哪 嘴都看不见 妈你越这么说 越想见见 哎呀 你听话 这年龄大的 都快赶上你爸了 哎 妈 故意往你那儿靠呢吧 年龄大的跟我不合适 那跟您就合适是吧 你胡说 你真没样子 没大没小的 怎么跟你妈说话呢 把你妈当什么了 我见了以后 觉得就是不般配 你懂不懂 妈 我跟您说实话吧 那个叫 水泥的澳大利亚帅哥 给我打电话了 上来口口声声 就说是您男朋友 事实面前 你还说什么呀 不可能 别诈我 我敢诈您嘛 上来就要跟您约会 让我绝回去了 绝得好 这老外什么人哪 我跟他说的是清清楚楚的 我跟他是不可能的 他还打电话来干什么呀 真是 倒什么乱呢 妈 我看你这是走桃花运了呀 你少恶心我 我怎么恶心你了 我觉得这是好事啊 您看啊 您替我去乡亲去 结果外国有人相中您了 这说明什么呀 妈您有魅力呀 说明您颜值高啊 死丫头 你能不能闭嘴不说话呀 颜值高 还烟黄瓜呢 妈 您看您这啊 印堂发亮 甜美四溢 妈 你现在是不是内心有一种 抑制不住的激动啊 不好意思告诉我 想偷偷地把这片翻过去 妈 你知道你这是什么 这是浪费资源 只要您喜欢他 我完全可以把这金黄灿灿的 小黄毛就让给您了 你说什么 你小丫头 我打死你 我 你没打没小的 懂不懂规矩啊 什么也敢说 真是没样子 我让你胡说 妈 这种老外你也喜欢哪 见一个爱一个 见到妈爱妈 见到女儿爱女儿 年纪大小她分不清啊 这什么口味啊 就凭这个也不行 不是妈 我跟你说 我 你还说 看我揍你 别瞎抱啊 反正瞎抱啊 不是见一个爱一个 是见上您就爱上您了 跟我没关系啊 你 你给我闭嘴 我 妈 我错 我要吃饭 我打你 您不吃豆了 不会真生气了吧 死丫头 给我走 我今天先饶了你 你再说 我不让你回家 我告诉你 没大没小 太没规矩了 下不为例啊 下不为例啊 你气死我了 螃蟹都凉了 搞什么搞 成心不让我吃 我就好这口 吃啊 弄得我都不想吃了 这老外真是的 你 来了 任你先生 你好 好 你坐 随便坐吧 好 谢谢 我 我来晚了 没事 请喝茶 谢谢 谢谢 谢谢你来接我 对不起 任你先生 是我给你添麻烦了 不 不 没有麻烦 我不理解你为什么 突然就变脸了 电话中你想孙儿娘 你打的是我女儿的电话 接电话的也是她 你误会了 哦 哦 对了 是你的女儿 哦 好 你的女儿 很直接 她是不是对你不礼貌呢 嗯 没有没有 她非常可气 很可气 她让你生气了 她很可气 嗯 嗯 嗯 她 她很可气 很礼貌 哦 客气 哦 对 客气 哦 你喝茶 嗯 瑞妮先生 我 把你约到这里来 我只是想告诉你 我们之间不可能 这纯粹是误会 按理说 应该是我女儿和你见面 可是因为她出差 来不了 所以 我才替她去见你 你如果 还是想和她见面的话 我可以给你们约时间见面 嗯 如果你们之间没缘 这件事 就算这么过去了 我重申 我和你 根本是不可能的 我希望你以后 不要再联系我了 这个误会 是天意 我对你是一种坚强 我知道一个老外 刚见面就表白 可我有点不靠谱 可我不想偏不自己 我觉得我是疯子 嗯 嗯 嗯 其实我是经常的 我觉得我们的 最后是上天的一个恩赐 你不觉得她美妙了吗 爱情是 清真后的结果 嗯 嗯 你把我定 掉了 你关了 我很感激你对我的这份信任 可是我们真的没可能 这次是我女儿找丈夫 不是我找丈夫 你明白吗 嗯 嗯 我 我的正文很平常 所以我会正方式表白 嗯 这样的话 啊 你会更容易明白 哦 哦 别看了 我听你说就行了 哦 好 那我就开始发布 嗯 嗯 想想 我觉得 你是想第一次给我的一份礼物 你就是我想叫的那个人 我会一辈子爱你 会不惜一切 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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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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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î mil 知道你 我会让你心服 我会给你足够的时间了解我 我希望 给我足够的时间靠着你 得不到你 所以我再次向你解释一次 我是替我女儿去相亲的 不是我在找男朋友 你还年轻 即使和我女儿不成 还有许多人 你的选择余地还很大 这件事情就这么过去了 我的丈夫虽然去世了 但他会一直活在我的心里 爱情是不能强求的 请尊重我 我欣赏你的坦诚 你人呢也很幽默率真 认识你我很荣幸 但谈感情是不可能的 我们就当没这事发生过 彼此说一声珍重吧 好吧 我的话说完了 我先告辞了 想想 爱情是两个人的事情 一个人说了不算 你是使求我也会把你拷扰了 告辞了 你会见证奇迹的 妈 你说这什么人呢 他就不想想对方的感受 我反正已经把话 跟他说清楚了 这是一个教训 以后你的事 别让我掺和行不行啊 要不是你让我去 哪儿来这么多麻烦呢 都怪你 这人又打电话了 别进 然后误解我给摁了啊 你说怎么就没完没了了 这烦不烦 你真是踩大分上了 说得没错 还是野牛屎 还冒热气呢 不接 别接 别接呀 妈 不是他 吓死我了 妈 吓死我了 喂 哪位 喂 你好 我叫香香 妈 还是她 就是我不在 你问她 到底想干嘛 我妈问 不是 你想干嘛呀 我 我要跟店家敬个名 我妈不是跟你说得一清二楚了吗 以后别再打电话了啊 妈 这 牛粪太热 妈 你这下可是踩实了 不好甩啊 哎 那个人看上去还蛮正常的呀 没什么特别 长得也还挺帅的 哎呀 这么固执 我看她脑子里垫了鞋垫呢 估计是撑得难受 啊 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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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 是 是啊 还没走呢 学长 您也加班呢 咱们区里边 不是退了几个老公志吗 上一堂组织考虑铁包干部 我准备准备材料 嗯 别弄太晚了 早点回家 快晚了 我先走了 哎 哎呀 这地板真够脏的 一天补擦都不行 我怎么还不回来 自从当了这个副处长 越来越忙了 就像住店一样 妈 我洗完了 你洗了不到五分钟 你就洗完了 你也收一下呗 你这是给自己洗呢 还是给别人洗呢 当然是给我自己洗了 你不是要捷月用水吗 嘿 这是你倒听话了哈 我告诉你 这沐浴液啊 都是化学物质 洗肤干净对皮肤有伤害 快去冲干净 小心 小心 时光吸你 老龙 唱歌剧呢 那么大丧门 我这一进楼道 就听着你事了 你可算回来了 你快管管你儿子 现在歪理可多了呢 你怎么才回来啊 儿子随你啊 就会讲歪理 随你那是 那不言你生的 你怎么才回来 你跟我说 现在是非常时期 我如果现在不表现 机会如闪电 一下就过去了 对 再来回屋说 坐坐坐 快坐下 是不是机会来了 今天朱局啊 说露嘴了 说就这两天 我们单位就要口察干部 这回有希望吗 你先别着急啊 朱局这两天啊 让我拿出一个方案 上面有精神 下一步要 见证放权 简化审批手续 我想要抓紧时间 拿出一个好的方案 争取让朱局眼前一亮 对 首先呢 咱们在这个业务上 不能让任何人挑出毛病 然后我再找个机会 跟他好好聊聊 对 老公啊 咱这回一定要抓住机会 千万不能再错过了啊 虽然说你的业务能力 在你们单位 那是数一数二的 可是你这不一直没升上去吗 咱们这回 加点润滑剂 让轮子快点能转起来 想什么呢 这可是原则性的问题 咱不能翻这样错误 那你说咱也不能这么干等着呀 那想想折啊 这两天呀 朱局老跟我说 说他老伴更年期了 火气特别大 一点就找 为点鸡毛蒜皮小事老跟他吵 这两天他挺郁闷的 为了躲着他老婆 下了班都不回家 是他老伴更了 还是他外面有人了 你怎么这么八卦呀你 不可能 真不可能 不可能 我天天都看着呢 有了 老公 之前呢 我用银行积分换的旅游券 本来吧 我是想带我妈去的 这次干脆 我带他老伴去玩一趟 怎么样 这主意不错啊 那我怎么说呀 你别刻意说 你就跟他闲聊天当中 好像是 无意随口说出来的 我想啊 只要不让他老伴烦他 比咱们做什么都会让他高兴的 好好好 嗯 那出去要是拒绝呢 拒绝那是肯定的 人家不得客气客气啊 你跟他说 奇怪了 小荣最近情绪也不是很好 总跟我闹意间 你就让他感觉 你们两个好像同病相连 这样的话感情不再拉近了吗 这个我想不出来 然后呢 你再跟他说 这一路上 有小荣对你老伴 安前马后的照顾 你也不用担心 是吧 我还能跟他老伴 再悄悄编谷 出去这人啊 面子不好 他要是还不同意呢 还不同意 也是 说不定啊 他会说 哎呀我们都老夫老妻的了 这女人更年期很正常 让他烦我就行了 别让他再烦小荣了 你就坚持说 让两个女人 出去旅旅游 散散心 这心情不就好了吗 而且咱俩还能趁机 过上几天舒心日子 这不是两全其美吗 对吧 如果他要问起咱儿子 你就跟他说 哎呀领导您放心 我把儿子送我妈那儿 让我妈帮我照顾着 就得了 好 那就试试 那朱军要是问我 费用问题怎么办啊 我怎么说 交个伙食费 几百块钱就够了 那这个钱咱就让 咱就让朱菊出 只要朱菊把这个钱出了 他老伴就会跟我去旅游了 老婆 老婆 我去洗个澡 老公啊 你儿子刚加洗澡 不到五分钟要出来了 你得洗干净 放心吧 洗白白 快去快去 清水 你得洗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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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妈 你吓我一跳 什么事啊 我刚才躺那我就想啊 你说我这个位置 是不是过段时间 就该换人了会是谁呢 你想什么呢 你想把我踢出去啊 没有 妈你想啊 我的两个哥哥呢 现在都有自己的家庭了 说不准哪天我可以嫁出去了 那就剩您一个人了 我呢 是想让你老来有个伴儿 找一个疼你爱你的 不安好心 怎么办 哪儿 当你闻殿了 您干吗 你 муж 你快点 她来 我这是 我们就跟她说 再说 我们要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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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睡个睡个 丁姐 丁奶奶 这个轮外是找您的 嘿 小小 你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等你 等我干什么 想请你吃个饭 我不去 不 我是请求我们吃个饭可以互相了解 我已经把话说清楚了 请你离开这儿 拜拜 喝点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恢复得不错呀 你胸闷的感觉还有吗 好多了 好多了 我有高血压 那个泥肤达还能吃吗 你可以接着吃 好 好 好 你们好好照顾他 谢谢啊 好 谢谢啊 不客气 谢谢 爸 您还能不能想起来 究竟是谁撞的您呢 记不清了 但 但就我的我好像有印象啊 爸 那撞您的人是男的女的 您还记得吗 撞我的我没看清楚 这个就我的 你让我好好想想 知道了 爸 您想吃点什么 我要吃泡饭 还有上海瞬间馒头 好啊 好 我这个去买 那行 哥 你陪着爸爸 我去买下 好 爸 您歇会儿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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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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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啊 老外 会说中国话 说得不太漂亮 美丽 怎么回事啊 你是我见过的老外 你说中国话说得最好 不错啊 挺牛的 你见 你怎么说话呢 好见 你才好见哪 你怎么骂人哪 你说这个啊 这 这 是 是 宝剑 是 像李小龙 不不不 廖龙不是这个 廖龙是那个双击怪 想看人家 对对对 就是这个 没错 没错 这个是宝剑 真是怕什么来什么 宝剑不是谁玩去吗 马达快 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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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谁 李小龙 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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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 你在这干什么呢 我 我叫人 等朋友是吧 那我 我先走了啊 好 好 好 回去啊 嫂子 来了 他马输啊 敲证吧 天本 你 你怎么了 我看见你 脸色不好看 可能刚才齐猛了吧 没事吧 不用去医院吧 不用 一会儿就好了 我跟你说一事啊 你看这个 我儿子出差去浙江 送了我一个龙泉宝剑 又轻又好 喜欢就好 可是他马输啊 你别老在家里面乱舞剑 这样太危险 小心伤着人 这样啊 这宝剑我送给你了 以后每天早上 你跟着我一块去练剑 好不好 我 我不要 我跳跳广场舞挺好的 舞刀弄腔的 你自己用吧 不对啊 我怎么老决定有事儿似的 我有什么事儿啊 吓多喜 什么事儿都没有 你今天是特地到这 显赔你的宝剑的吧 也不是 我本来想和你去买菜子 算个菜味儿啊 我不去 干嘛呀 我今天不去买菜了 菜够了 每天都买 今天怎么反常啊 今天不想去了 行不行啊 那个不去就不去吧 干嘛要发火啊 我赶紧走吧 不过这会儿了 我走喽 来 给你 给你 坐 好嘞 什么事儿 雷尼先生啊 刚才我 干了几个项目啊 你在上面的住截都是 停工 有这么严重吗 这些项目 我知道 这些项目都没有种水处理的设施 不符合技能环保的要求 比如说看这个 八万匹方面没有种水设施 雨水回收和内容完全没有 你看 这么大的项目 为什么不涉及 过分能源呢 这能换到这么提前 我先做那个项目 好 好 好 我先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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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